大家好,这节我们主要讲一下第三个实力的最后面的一部分操作 我们打开这个第三部分 其实我们这个零件里面是镜像的 但是我们的结构不是镜像的 也就是说我们在修复曲面的时候 我们只需要修复其中的一部分 这是我们前面已经做好的一部分 那我们打开我们另外的一部分来查看 把这个打单材料显示 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结构里面发现我们这些加强金 两个位置是不一样的 就是说那个样子是不一样的 还有在这里会多了一个加强的这个柱子 所以说我们在这一部分里面是没有的 那我们怎么处理呢 我们首先隐藏这个 我们插入一个新的前面景 我们来到GSD模块里面 我们直接选这个镜像的指定 我们把这个另外一部分打出来 我们这里可以选上这个镜像的平面 然后我们再点这里 点在这个多重选择这里 可以选择多块的 那我们只需要把我们 这一部分 等一下选错了 这里点上错 我们只是要把我们这一部分 需要的曲面 给镜像过去 我们点这部分 这部分 我们选择这个 我们只要选择一些曲面包额 能把它这个柱子给分割的一些曲面就可以了 这个大面对现在已经包额了还有这里小的 小的 ok 我们就这样 ok 我们先把它隐藏 我们把这个body也隐藏 我们现在所有的曲面 我们直接分合0.02 然后分合了之后 我们先剥离那个曲面的贴边跟边界 我们来到这个实体模块 我们可以先用一下分割 先插入这个pad 我们先用分割的指定器试一下 这只是一种常识 一般来说 我不建议用这个分割的 那我们一般用什么 用缝合这个指定 选择这个面这个方向往里面 就是说保留里面不保留外面的 小号 这里其实面是贴的 所以我们这个相交打上去也没用的 一般还是会警告 出现这种情况呢 它会高亮这些面 其实这里并不是重点的部分 那像这样我们怎样去处理呢 我们可以 回到这里插入曲面景 点曲面 我们显上我们之前的那块平面 我们再缝合新的 缝合新的是哪些呢 我们在边界里面 显上最新的 就是说这一部分 跟那一部分 可能有点点无差而已 但是我们可以 把它编上的都显上 是最新的 就是说这个实体的面 那我们等一下缝合就可以看到 我们的分体处在哪里 注意这里面呢 这块面呢 已经跟这块完全重叠了 所以说我们先不选这块 把这个检测给取消 输到0.02 或者0.03 我们看一下啊 都缝合了 0.03之内都缝合了 那我们可以 打单 OK 因为我们修面的时候 我们尽量以我们好的那一 修好的那一边为一样的 那怎么处理呢 像这里面 我们可以先把这个实体给隐藏 就是说我们要把在这里 分割以刚才那个边界 我们先提取这块曲面 或者我们缝合的时候 这里缝合的时候 我们不用选上这个 我们先把这个缝合指定给隐藏了 这个 隐藏 把它显示出来 如果这样显示不出来的话 我们可以这样 我们直接这样选上 所有 我们看一下这个面 这个是镜像6 镜像6 我们应该是特成30 镜像6 对 我们把这个清除 选择 清除的时候 我们这块曲面 自动会显示出来的 把这个body显示 那我们修剪这个曲面 选择这块 被显错了实体那块面 如果不好选择的话 我们可以把这个零件给隐藏先 我们这样显 显了之后 我们再放这个零件出来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曲面 所有的都隐藏 那我们打上这个光顺便线 我们这里有条线 我们可以选这条线 我们这里显示 保留哪一部分 这里可以依然得到 然后我们直接选这个 已经修剪过的 跟这个曲面 然后我们再选上这一块实体面 我们给个0.02 对 现在可以缝合了 那也就是说 像这样的缝合 我们再用实体的缝合去缝合 那有什么区别呢 跟之前 那我们因为 它肯定有些边相交 但是这样我们缝合了之后 它肯定就不会出现问题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它的边界的 边线的面 我们都用了它最新的实体的面 所以说我们有问题都会挖线 我们先上 一下子就可以成功了 那我们把这些隐藏 打上 不刚事 好 我们先插入这里 我们现在这里处理了 我们来处理这一部分 二三 点显示 弯瓦是一样的 但是都是很实用的弯瓦 我们先进下 这里可以显现 这样我们可以动态 看见我们到底有没有显上 这些我们需要的面都可以选 如果我们选了第一块的话 它马上会切换到镜像这个平面 注意了 别显错了 我们可以再点一下它 或者点这个多重 选择这里激活这个窗口 我们就可以一直选下去 尽量把能设计的外奔都选上 我们尽量把能设计的外奔都选上 这里这里这里 我们先一览一下 对了 几乎都选上了 OK 我们把这个原来的 先把这个实力 来到这里 我们发现我们这里少了一块 为什么这里少一块 一定要选呢 就说个人建议 这一块面我们也选上去 这样我们缝合的时候是贴边的 那我们假如不选也可以 怎么呢 我们可以直接选这块 我们现在选择所有缝合 框选 我们再选择这个实力面 把这个实力隐藏了 我们打个0.03 0.03 我们可以一览一下 对 现在我们是完全缝合的 那我们再显示这个玻璃 那我们把这里给延长 因为我们这个切口不是差了一点点吗 好 我们也可以做一块扩合面去 也可以 敲击面 我们还是延长快一点 卡地亚这个延长是很方便的 可以选实体面的 选了之后我们像这里面 我们不需要再去修剪或者怎么 我们直接把它这样取消 我们就不要原来那不问 我们先 那我们先把它修剪 好 我们现在再去缝合 缝了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面是不是完全已经包壳 我们要修改的 对 我们还是来到这里 用这个实体模块 我们还是用那个缝合 因为它是贴边的 所以说我们这个香蕉不用勾上去 也就是说 假如我们这里面跟这里有一些香蕉的出现 我们就要勾上去 因为我们的边界在我们这里 这些凸出来都无所谓 它会把我们所覆盖的面 都替换成我们最新的这块面 当机OK 对 这个面我们就很快地处理成新的 我们可以把它隐藏 我们先撕出来 那我们先镜像这个实体 镜像的时候我们可以不保留这一部分 因为我们这里面修的只是另外的一部分 可以镜像一下看一下 这个是不保留的 它也会分离 是 这个 OK 这个yes no都无所谓 因为它只是说 激活了那个特征之后 出现的一只警告信息 好 好 那我们其他那一部分怎么搞呢 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在前面的最角那个特征里面 插入一个或者提取或者还有个最简单的帮忙 我们可以找到我们之前缝合的那个护子护特针 我们找出来 矿大一点 像矿大图形一样那个操作 我们把它显示出来 点错了 按照这个图形中心 OK 发现这个特征是 那我们只需要再插入一个Body 这Body插入了之后我们可以直接点这个 再做一次同样的操作而已 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加把这一部分给加过来 现在我们的特征是加过来了 加过来之后我们把它给 因为大家都是互特针的 所以说这个关联是不会冲突的 我们现在先把这个保存的先把 因为我是链是图档 所以我要先保存这个式完成的一个过程 关闭 打开这个式 对 其实这样的操作方法 一二三四步保存的方法 就是说当时为了保存这个第三步 到时候练习的时候 大家可以直接打开第三步 然后第三步完成 可以保存成是 如果我直接把第三步给保存了 那你打开的图形就不是我们视频之前 带开的那个挫子状况 好 我们图形已经完成了 我们可以把这个颜色给改一改 改成这个比较深透一点的颜色 我们把这些显示 把2 把3 哦 这个好像是1是吧 不是 应该在这里 看一下 对应该是3 看一下 这里面也有光顺了 所以说我们也不打开这个 我们可以打开这个 最后 这个5特征这里 只有这一个也可以弯出来 这个是我们修复的另外一部分 那我们可以打开一部显示 我们可以看一下贴合的情况 我们修改的变形差了多少 我们这种是修复过的 我们也可以打开没修复的 我们先保存 就如最延期的局面 就是这一部分 我们点显示 显示所有 我们可以看一下 看来差了要多样 像我们看一下我们修复比较厉害的地方 像这些都是满贴合的 就是跟沿途形不会差很远 这个方法为什么要这样去检测 我们修复的时候 怕镜像这些特征的操作 会把沿途形给改变的 而我们不知道 这个是一种检查的方法 隐藏 好 我们这个模型的修 修复的这个默认公差 建模公差 当然是控制在0.03范围内的 假如我们把这个曲面导出去 iJS再导进来的话 我们直接混合 0.03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我就不去做测试了 大家也可以试一下 好 这节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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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